商务部原副部长 不是所有城市都是全球大码头 但未来五年上海一定是 凤凰网财经训大变局时代 如何把握趋势 穿越周期12月12-13日 由凤凰网主办 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 在上海举办 本届峰会以趋势与周期为主题 一系红旗为战略合作伙伴 峰会凝聚近50位国内政商学界嘉宾 展望国际国内形势 把卖经济发展动向 共化世界经济复苏方向 与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他表示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成为全球大码头 这必须具备许多条件 比如航运 金融 外贸 投资 科技 教育等等 而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具备了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对整个的上海的经济格局进行重塑 既要注重以国内为主的主循环的国内经济 同时打造以国内为主 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的新经济格局 第二是国家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 也就是说一定要在上海建设一个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市场主体 这必须要求上海既要能做知识产权的促进者 捍卫者 保护整个上海 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 还要打造全球的最佳营商环境 在这实现零关税 零补贴 零壁垒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环境 第三 国家在打造一带一路时 上海是一带一路中人才 物质 科技 教育 卫生的整体转换平台 通过上海向一带一路中 65个沿线国家进行资源的交换 科技的交换 信息的交换 卫建国总结道 这三点是上海实现大马头目标国家战略上的需要 我们对它的认识高度有多高 那么战略就会有多高 工作到位程度就有多高